我先就幾個問題先跟你討教之後呢 然後接下來再問一下我們的各市的市長 好 我看到我們這次的所有的委員的提案裡面 大概有三個特色了 第一個特色呢 就是說大家對於這種實質薪資降低 大家感到非常的憂慮 那第二個呢 就是法定債權啊 這個追討無門呢 大家想要尋求一些解決之道 第三個呢 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 而且有辦法解決的 但是呢 從整個勞動部的報告裡面 看到好像勞動部還像 對於這些問題好像這個 跟委員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第三個 就是勞工的時間被偷呢 但是啊 處罰顯然不成比例 我說剛才這個部長在最後的報告的時候呢 部長認為說要維持原來的狀況嘛 就是我看到 整個處罰的金額 就是兩萬到三十萬 這樣的range 那 我說呢 勞工的時間被偷啊 處罰顯然不成比例 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跟這個蔣乃欣委員 都有共同的類似的提案 就是如果是違反三十條 第一項 三十二條 第二項 的規定呢 應按查獲勞工的人數 即日 週或月數來計算他的處罰 那為什麼會這樣來看呢 就很簡單的就是說 勞工被偷的時間 如果雇主換算的結果 那恐怕是 是處罰的那些錢 是比較低的啦 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們也知道 勞動部在 在處罰的額度上 他會去衡量 譬如說 兩萬到三十萬這樣的一個距離 去衡量 那如果是超過三十萬的部分 該怎麼辦呢 被偷的時間 就偷走了啊 雇主也賺到了啊 勞工也受損了啊 我不知道部長你 你對這個有沒有什麼配套措施啊 但我們尊重勞動部的看法 但是這個問題沒辦法彌補啊 基本上我想 整個大的原則方向 我們都希望說 針對於 對於在雇主違反 這些相關的勞工權益的 這些處罰上面 如果能夠達成 他的真正的 嚇阻的效果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是最好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 其實我在我個人來講的話 其實開放 這些不同的討論的過程 那我想這基本上 因為很多細節上面 在執行面上面的一些問題點 我可以請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劉司長啊 他來簡單來說 沒關係 我另外一個問題跟你就叫啊 但這裡我也從大陸的法治上 來了解很多的 在這種社會主義法治底下啊 他會有一種現象啊 我當時也把這樣的一個做法 把它導到我們的 實安法裡面來啊 就是說政府的處罰的金錢 採處的這個罰款呢 它的某一部分的比率啊 可以來作為 這個獎金啊 或者是這種東西 沒想到 在後來 當時我也請教了一些律師啊 一些法官 那他說 在立法院裡面可以提 那我後來就把它放在 實安法裡面啊 也獲得了通過 我覺得非常感動啊 在我們的勞動立法裡面 確實也目前也講沒有這樣的設計了啊 就是說損害的都是勞工 受傷的是勞工 但是呢 處罰的錢啊 卻進到國庫裡面啊 那檢舉的獎金 也沒有分配給這種 檢舉的人啊 那在這個大陸的這種社會法系裡面啊 它會有一種就是 財閥的這些錢啊 受傷勞工 時間被偷了 就歸還給他們啊 雖然是在國庫裡面啊 不知道部長你覺得這樣的想法怎麼樣 我想可能還是不同的這個地方 這個在不同的社會的制度的這個差異性 我們在這邊的話 當然我們一定是有經過一些考量過 它可能產生了一些後遺症的問題 對 好 這個東西我覺得都是可以討論的 我覺得有創意啦 可以討論的 就像包括 就像說基線工資啦 支遣費啦 這個退休金啦 這種所謂的勞動的法定債權啦 在各位 過去的在學界裡面也討論到了 像這種一般的勞工的債權 他這個沒辦法優於抵押權 只是優於一般的債權之前而已 但是呢 但是有時候啊 這種大家都會想說 那這樣的話 銀行抽銀跟怎麼辦 那銀行如果來見價的時候 他可能就說因為雇主 有欠了一些錢 還債的情況不是很好 所以他要來 來這個設定 這個房子的抵押 廠房的抵押的時候 金錢就少一點 但是呢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他又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如果這個 這個雇主啊 他 基線了一些工資 或者是支遣費 或者是什麼 勞工退休準備金 都沒有繳交 那我銀行來評估他的 這種債權的時候 或者是要來 放款的時候 他就自動把這些扣下來 這樣無形當中 也強化了雇主 願意啊 來配合這種勞動法 的要求 趕快把它 法律上的義務啊 把它清場完畢之後啊 才來貸款 層數會比較高 事實上也有這種想法啊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兩面的啦 也未必說 過去的這個勞動法的教育書裡面 來告訴很多的學生 很多的學者說 怎麼樣 只是優於一般的債權啊 低於抵押權 這有時候也是可以突破的啊 部長你覺得怎麼樣啊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有關於在這個勞工的債權 優先於其他抵押權 這樣子的概念上面 就勞動部立場來講 從來就沒有反對過 但是我們也很清楚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從當年民國73年 勞動精神法立法的當時 其實在社會上就已經是一個 非常重大的一個辯論的過程 那最後才不得不採用 後來在工資的部分 用六個月的 集權工資電廠基金的方式 去處理它 那至於說現在要把退休金 跟這個資遣費納入到裡面去 我相信同樣的 也會面臨同樣的辯論的過程 那其實勞動部 一直在整個過去 這一兩年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 整個社會上 對這個議題的關心 我們其實也做了 我們的相關的草案 那我們因為也體會到說 因為這個問題本身 不是光你自己勞動部 說要過就過得了的東西 光是在行政院內部的討論 恐怕就已經有很多 不同的意見出現出來 所以我們盡可能去思考說 怎麼樣子把 至少把 至少我們先把債權 能不能跟其他的 能夠抵押權的部分 能夠其一來考量 而不一定是優先 但至少說 你可以放到裡面去考量 我們覺得剛剛其實委員提的是 我是非常贊成的 只是說我們要怎麼樣去讓 社會上跟其他的反對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的意見 能夠接受我們的看法 這就要花一點功夫去討論的 那當然在我們本委員會裡面 我相信很多委員對於勞工權益的重視 包括勞動部作為主管部 都非常重視 但是很多的這種非常爭議的問題 在行政院院會 甚至於立法院的大院會 就有非常大的一個論辯 那好 我再問一個問題 官場協業的這種 經勞工請求 未獲償還的這些錢 由舊安定基金來償還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因為原來就是舊安定基金拿出去的 你覺得這樣符合 舊安定基金的這種使用目的嗎 符合 我就是看到你們報告裡面 產生了一個撰寫上的矛盾 你知道嗎 你們在撰寫報告裡面第三頁 你們寫說 這個官場就是 協業清算宣告破產 所基建工資資金費退休金等 勞工請求未獲償還者 由舊安定基金 予以電廠 是否符合基金使用目的 仍需審慎評估 那今天你下一個字打嘴巴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因為制度上的規範 在過去本來就是 比如說基建工資那個部分 它其實是透過基建工資 電廠基金的方式來去處理的 應該它這樣的寫法 我們的同仁寫這東西的目的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應該用基建工資電廠制度的 那樣子的同樣的模式去做 可能會比較恰當一點 那你直接用舊安基金來處理的話 可能在它整個處理上面 還是有個障礙在 這我們都了解 我們都了解 但是你一方面 你的錢從舊安定基金裡面來付 但是你這邊的報告裡面 又寫說要審慎評估 不太一樣 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當初這個 像官場工人的這個部分 當初的這個部分 它其實是因為當初已經 在當時的這個主委的時候 設定這樣一個方法 從這裡面去拿錢出來去 當時是借給他們的 所以現在說 因為法院判決這裡面有很多疑義 在這個地方 不確定它的性質的時候 所以我們採用 才是回到舊安定基金去處理它 這兩個在本質上面還是有差異的 不完全是一樣的 對 我們都了解了 我們了解那你 但是未來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那前後會不會從舊安定基金裡面來出 不會 我想就是說 制度上建立的問題 基本上我們認為不會再用 這種舊安定基金的方式 在處理這樣的事情 那該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就是說 如果今天假設今天 大家有意見想要去討論說 到底這個基金的退休金跟支減費 在制度面上怎麼處理 我們這邊其實我們第一個 當它的這個所謂的抵押權之間 跟其他抵押權之間的平衡性的問題 這第一個考量的28條的部分 第二個我們也提到56條的部分 56條的部分我們提到說 如果今天是在舊式退休金 那你可以在前一年 就必須要去確認後面那一年 可能即將要退休老公 這是比較確定的 用這個部分去處理它 其實相對的很多的制度上的設計 配套才能夠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好 今天的很多委員提出不錯的想法 我覺得部長應該好好的 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我想我們可以好好的討論 我是蠻開放的 我覺得可以開放來討論這樣的問題 好 謝謝吳委員 接下來陳潔盧 陳委員